美国立法者长期以来担心华为与中兴等中国公司可能给美国政府造成一些所谓的安全风险 为此,德克萨斯议员麦克·克拉威上周提出了一下名为保卫美国政府通讯法案的新提案 旨在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使用这些公司的手机和设备 所以这可能也是让华为与ATT的合作关系突然流产的原因吧 小编觉得是时候该调查下苹果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傻码关注微街的微信公众号 或许更多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